12万宁夏义工成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载体 详细内容一起关注今日聚焦 今天的新闻链接我们来了解义工的游览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创富宁夏 一起来看今日聚焦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 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这是雷锋格言当中的一句话 在新时代的宁夏我们身边同样有着这样一群 他们以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作为引领 传承传统美德思潮 凝聚全民参与公益共识 成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载体 他们就是12万的宁夏义工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12万义工当中的普通义员 眼前这个帅气的小伙 名叫吴宝明 是宁夏义工联合会的副会长 中青旅宁夏西部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吴宝明出生于1986年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80后 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一个年仅31岁的80后 这么年轻就已经成为了人生的赢家呢 那还要从吴宝明加入义工联合会说起 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吴宝明接触到了宁夏义工联合会 并在童年年底毅然辞去了公务员的工作 怀揣着满腔的热情 加入到了宁夏义工的队伍 加入义工联的也把这个当成了一种事业来干 就是从个人内心讲呢 我也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 加入义工联合会 能帮助到别人 然后自己心里面也是挺高兴的 宁夏义工联合会是由社会企业 中青旅宁夏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于2009年发起筹建 2011年经宁夏回组织的区民政厅 批准注册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 目前聘有各类专业顾问和专职人员40余名 在宁夏全区各地级市建立了义工工作站 注册义工12万人 涉及商务、医疗、科研、军人、教师、公务员、学生、农民等 社会各阶层人群 自成立至今不断创新工艺运作模式 精心打造快乐雷锋工程品牌工艺项目 在全区组织持续开展了爱老行动、助学行动、住行梦想 寒家英才计划、雷锋饺子计划等大型专题工艺活动 得到受助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作为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其中一部分 还有作为一个我们公司这头领导的一个公益之心 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体现 因为我们成立公司之后 整个股东上下达成一致的 就是我们要成立 怎么说不敢说首家吧 成立一个社会责任型企业 就这样定位的可以说是一个企业的性质吧 甚至是企业一个责任 像众多的义工一样 吴宝明在公益的路上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2012年底吴宝明刚加入到义工队伍时 当时正值宁夏义工联合会筹建延迟县县工作站 他自告奉拥 只身到了延迟承担起筹备工作 他积极联系办公场地招募义工做活动 2013年3月5号学雷锋日当天 宁夏义工联合会延迟工作站成立 人生地步数目毕竟我也不是当警员 当时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工作开展 也是在逐步的摸索的去干 没有一套完整化的细整化的系统化的流程 所以说在开展活动这一块 也是初入工艺这一块 之前也是没有接触过 仅凭着自己的一份热情 然后一直在这么坚持地做 13年来的一户 有些衣服 人家卷的衣服 人家洗净 搁到大厅 那个衣服夹子 头上一刮 你选哪一件子 你哪哪一件子 对老人包子相当大 当今马上做个操 宣传这个洗烟又黑 这全都是人机构 延迟工作站建立后 吴宝明带着义工策划实施了第一个项目 含家英才计划 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带着义工们 不仅走访了 延迟性高级中学的100多名困难学生家庭 最终确定了10名品学兼优 家庭困难的学生为资助对象 又对接了爱心企业 与这10名学生签订了资助协议 资助金额8万余元 目前此项目已推广至宁夏全区 共资助困难学生88人次 总资助金额27万余元 2014年11月 该项目入选 民政部第二届全国优秀志愿服务案例奖 隔壁的娃娃有些 对这方面淡一点 但是大多数娃娃结束救资之后 她还是心里非常感激的 自己也知道 我们之风自足也不太容易 自己在学习上各方面 学习上也比较可口 生活上也是比较接近 人生的路无需苛求 只要你迈步 路就在你的脚下延伸 用吴宝明的话说 加入义工队伍 是她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 从成为义工的那一天起 她的生活就跟工艺 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在延迟站的工作步入正轨以后 考虑到她有筹备义工工作站的经验 组织派她去石嘴山建立义工工作站 一边是稳定的工作局面 一边是人生地不熟的挑战 如果是其他人 可能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 但是吴宝明没有考虑 就用了下来 眼前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名叫孙彩娟 在她一岁半的时候 得了一种名叫T型母细胞08硫的疾病 为给孩子看病 小彩娟的父母亲戚所有 并且借便了能借到的亲戚朋友 前期花费20余万 因为这种病复发率很高 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 孙彩娟与父亲的骨髓配型成功 骨髓移植还需30万 更别说后期的放化疗费用 昂贵的治疗费压垮了这家人 我看现在比以前好像恢复的也比较好 就是的 从长相上看 当时大家做的好多事情 真的比孩子有些亲人的多好 亲人不见了 说是那么无私的去那个什么 像宝宝那样在藏里的时候 这好娃娃生了那么不熟 我就从那个大玻璃上 就看到大家就在那 都来了还给娃娃买蛋糕什么的 那种感觉 因为我俩在北京 那时候你们去的时候 已经待了家人几年了 新娘的那种毕竟 那种感觉又是 真是就是说走一步都在求人的 那种情况下 看着你们再又去了 真的跟自己家人去 得知这一消息 吴宝明和义工们通过微信 微博等在网上发起救助活动 并且发起组织了一场 名叫不要让天使陨落的爱心募捐活动 短短一天就筹款11万余元 坐在那数钱的时候 大家一边抹眼泪 一边在那数钱 都被那个场面感动了 越数越感动 周围围了很多人 都是在那一边抹眼泪 看着这些人数钱 当我统计出来 有11万多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感动的哭 在十嘴山战工作期间 当吴宝明得知 因患急性脊髓炎 而高位截瘫的王丽玲 躺在床上对女儿上大学 却没有着落的学费 一筹莫展示 他亲力对接 在第一时间 对接相关媒体进行报道 联系资源 并亲自上门签订资助协议书 使母女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一公帮我了好几年了 前年我女儿考上大学 他们帮我找了那个一个帮 就是一对一帮扶的 给我找了一个给我女儿出的学费 我特别感激 要帮我女儿 这个大学都挺 本来说这个大学都没办法继续上了 吴宝明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钟轻吕宁夏西部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有自己的事业 有义工的义务 有对家庭的责任 每每在筹款路上遇到闭门更时 遇到冷脸时 在工艺活动中 经其所有去帮助困难群众时 通宵在工地指挥施工 感觉自己分身乏术时 吴宝明也想过要放弃 一些事情 就是义工联要不断壮大的这件事情 不断发展下去的这件事情 这个信念应该是对我影响最大的 再一个就是 真正对义工联投入的这份感情 就是从内心一讲 就是无法抛舍的那份感情 这么多年 用逾出来的义工联 看着他逐渐逐渐地在长大 你说现在你不管了 这件事情真给谁劝 就是这种感情一直让我坚持了下来 真正是这种感情 从内心来讲 四年多的时间里 吴宝明先后负责实施的 学雷锋活动达200余次 他牵头发起的助学工艺活动 连续开展三年 为三个山区学校 150名山区学生 对接了价值十万余元的爱心物资 他创新公益筹款模式 积极对接爱心人士 社会企业爱心善款百万余元 用于雷锋饺子计划 新春慰问活动 让万语户困难家庭受益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年由中宣部命名的 第三批50名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中 吴宝明榜上有名 觉得自己和这个是不相符 就是一个平凡的岗位 没有太多的说是 太多的故事让人去感动 始终把义工这个工作 作为我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 第一就是要 今后带领义工 带领宁夏义工联合会 走向更大的舞台 作为宁夏义工的议员 吴宝明又满腔的公益热血 努力实践着自己的信念 公益之路给了他 展现人生的新舞台 他说每一个做义工的人 都是内心丰盈善良的人 他们用笑容化解矛盾 用温情感化世人 用努力赢得尊重 好了 看完了吴宝明的义工之路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 今天还有哪些 与之相关的新闻链接 首先来看关键词 义工 国际义工日 1985年12月17号 第四十届联合国代表大会 通过决议 从1986年起 每年的12月5号 定为国际志愿者日 IVD 亦称为国际义工日 志愿者即是义工 是指利用业余时间 不为任何报酬 参与社会服务的人 如今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00多个国家 在这一天集中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国际志愿者日 作为国际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标志 已经深入人心 目前全世界志愿者数量 已经达到了三至五亿人 工作时间每年累计超过 150亿小时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资讯 一季度全区食品与药品工业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一季度全区食品与药品工业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一季度 营下全区食品与药品工业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归上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20.8亿元 同比增长13% 高于全区归上工业增速 2.8个百分点 占全区归上工业品重为8% 其中 食品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15.8亿元 同比增长6.8% 药品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5亿元 同比增长37.3% 05全力整治水生态 营造美丽宜居新环境 今年05是利用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严检地改良项目 水土保持项目等资金 改造治理 19条骨干沟道及枝斗沟 包括东山坡防洪工程 西大沟治理 破四沟治理 胜利沟严检地改良 张家沟治理等 总长101公里 投资近1.2亿元 这里采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 对沟道进行清淤 破证 气护和绿化方式 形成较完善的排水网络 达到烙能排 汗能灌 投能泄 在保障农田灌溉排水需求的同时 通过水生态建设和修复 为百姓创造干净 整洁 优美的移居环境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创复宁夏的全部内容 来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通过登陆 宁夏广播电视网 或者是关注我们 创复宁夏的官方微信 不要转抬 继续关注宁夏卫视 我们下期再会